空军F-16战机失事事件到现在还在进行打捞作业并没有明确的结果传出 不过这个时候花莲基地又传出有同部队的机工长黄信机工长在寝室里头寻短亲身的遗憾发生 空军26作战队在22号晚间又传汉事 一名机工长在营内寝室寻短 单位官兵发现之后立即将他送往国军花莲总医院来急救 不过依然宣告不治 对于外界的诸多传闻 空军司令部则发文澄清 亲身的黄信机工长是负责地面装备 与这次F-16战机失事无关 请外界不要太多臆测 连续发生多起憾事 花莲空军基地气氛陷入低迷 就怕士气遭受打击 而军方也派出心理辅导员 替所有的空军来进行辅导 解决力情 新陈箱报道